我想這樣子 經過20年之後 有關於319的這一個非常奇怪的事情 很多人還是有非常多的質疑 包括我們在裡面 因為我認為所有事情 當你有太多的巧合的時候 就絕對不會自己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這一個不幸的事情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台灣的選舉 開始都是以負面選舉為主 也因為這個事情讓很多人覺得 為了贏可以不擇手段 只要贏 我什麼壞事都可以做 這種形態的選舉 也就是現在造成台灣社會很多問題的根源 所以我想說這一個319的事情 在沒有真相的情況之下 等於是開啟了一個潘朵拉的盒子 讓所有在選舉當中 不應該見到的惡劣的手段都使出來了 我想這是重點 現在也希望重新 很不幸的的確是這樣子 因為另外一次的話 是直接打到我身上 然後當然重點是 我們並沒有因為這樣被擊倒 我們並沒有因為這樣退縮 我們也並沒有因為這樣害怕 而選擇放棄 我們還是在我們所認為正確的道路上 我們繼續努力走下去